上集的案例中 我们主要针对于满仓和小皮 破坏他人刹车系统的故意伤害罪 以及白明志等人的赌博行为 进行了分析说明 本集中 不幸的杨东飞似乎继续着不行 为了阻止于满仓对工人们的殴打 杨东飞在混乱中打伤了于满仓 致其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根据我国刑法第233条的规定 杨东飞的行为 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 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 或者已经预见到 但相信轻易能够避免他人死亡 而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 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杀人罪的 最大区别是主观恶性不同 杨东飞并无想杀害于满仓的故意 仅仅是因为失手重伤至其死亡 因此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此外小皮以揭发于满仓指使自己 破坏刹车系统为要挟 向于满仓索要金钱 且数额巨大 根据刑法第274条的规定 构成敲诈勒索罪 婚姻的基础只能是自愿与真情 虽然身陷淋雨 敢做敢当的杨东飞 终于还是收获了圆满的婚姻与爱情 服刑人员合法而正当的权益 不会因在监狱而被剥夺 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司法实践 都应给予充分的尊重 与保护服刑人员的上述权利